流光落下 这徐寿看清来人 立刻是躬身下来 其余众人呢 更是直接跪拜在地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枯井的边缘 一名身着黄色长袍 容貌普通的青年男子 贴了一眼 跪在徐寿脚边的中年男子 脸上闪过一丝绿色 随手就把他的手脊 给摘了下来 漫天雪花顿时迸射开来 撒了徐寿一身 他却只是身躯紧绷 身子连动都不敢动 青年男子面无表情 把那刚才说瞎话的 中年男子袁英手脊 钻到手里 轻轻揉搓就将其化为积粉 先前他去追那头青色怪鸟 发现此寿不过大成期级别的修为 这顿速竟然比大成后期的修士还快 他拼尽全力 还是没能将之留下 这心情正是大坏 这中年男子口不择言 才被他随手杀了 用来泄愤而已 这青年男子随意地开口问道 如何了 禀恩主 再有两个时辰应该就可以破之 不等了 收拾了这个烂摊子 我还要赶回宗门去 从今往后 你们徐家往十几殿的供养 要再翻上一番 原本徐家夺下孟池国 为的就是国境中一条黄洋沙矿脉 本就是要将其大半收获 供奉给这位出自十几殿的人 可如今他开口要增加一倍 我们哪里还有什么利润可取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谨遵恩主法旨 这青年男子文言不再理会徐寿 单手一挥啊 五根手指上分别浮现出一道黄色的符纸 随后他口中吟颂一声 五道符纸便哗的一声燃烧起来 只见他随手一挥 五道颜色各异的火光飞射而出 朝着井口落了下去 井口处黄芒一闪 一圈布置在四周的土黄法阵随之发动 与五道火光相互配合着 朝着井口处冲击而去 轰的一声响啊 井口内一层颜色暗淡的金色光幕 猛然浮现 猛的一闪竟是直接崩碎开来 紧接着七八道各色滑光 从井口处骤然急冲而去 如一道道烟花般飞入高空 分散着朝四面八方急射而去 然而还不等他们分散开来 一柄巨大的五彩螺散 当空刀头照了下来 一股无形犀利席卷而开 顿时把那些滑光全都压回了地面 光芒脸去却是一名名修士 散落在枯井的四周 早已准备在外的徐家修士 立即包围上来 一个个手持冰刃 面带争笑的望向这些人 靠近井的边沿处 站着一名身着青袍 腰间学着月牙状玉佩 看似有些憨厚的青年 他手边还搀扶着一个年纪相仿 身材魁梧 好似铁塔的男子 这两个人正是孟云归和孙不正 而三落在四周的其他人 此时孟雄等人同样身负重伤 孙不正受伤不轻 脸色惨白 这说话的气息都有些不稳了 云归 这次是我欠你了 可惜此生怕是没机会报答 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以后只剩浅浅一个人 可怎么办呢 文婷此言 孙不正脸上愧疚 神色更浓 牙关紧咬 这个时候青年男子收回了五彩螺散 竖起大拇指指了指自己 淡淡地说道 别着急下定论 你们死不死 你们俩谁说了都不算 我说了算 孙不正见状怒斥道 要杀便杀 少说废话 告诉我你们尸城何处 为何有这么多品阶不错的法宝 还有 那只青色大鸟是什么来历 这些你们都如实回答的话 我或许会大发慈悲 放过你们 当中的一个人 孙不正文言神色微微一变 若是有那么一丝可能 他还是希望孟云归能活下去 但是孟云归却直接开口了 想杀我们 又忌惮招惹我们背后的宗门势力 先先打听清楚了 好收尾清扫 也没踪迹 你别白费力气了 我们说什么也不会说的 给你们机会 既然你们不要 那就别怪我了 说吧 他手腕一抖 那柄五彩裸伞 顿时飞旋而出 飞入半空中 遮蔽在众人的头顶 只见伞面上有符纹闪动 那里伞鼓上亮起一道道密集的彩光 如同无数根五彩光针 朝着孟云归等人急射而去 千千 哥哥对不住你 孟云归脸色平静 脑袋中最后一个念头仍然是他的妹妹 而就在此时 令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悬浮在半空着五彩螺伞 突然一阵剧烈的颤动 竟是直接失去了控制 散面一合 把所有的彩光收拢 朝着高空中倒飞而去 紧接着 一只白皙的手掌探出 抓住了伞身 随手一抹呀 就将其和原主人的联系 都直接抹去了 青年男子口中闷哼一声 满脸惊惧地朝着高空中望去 只见夜幕当中 一架通体绿色荧光 凌绕的碧玉飞车 悬空停着 上面高低错落 站着三道人眼 下方孟云归看清 飞车上站着的三人 顿时惊喜大叫 孙不正等人见状 脸上都露出大喜过望之色 孟雄更是眼眶微红 有些喜极而泣了 几个人当即躬身下拜 齐声开口 拜见李大人 云归 你做得很好 孟云归文言有些不解 脸上浮现出茫然 孙不正却知道 李大人这是在夸他 先前宁死 不肯说出李大人的身份 想到这儿 他心中顿时有些后怕 若是我先前透露分毫的话 李大人此刻或许会 坐视我们身死倒消了 这时候 孟浅浅身形略下飞车 落在了孟云归身侧 拿出韩丽给他的白玉瓷瓶 倒出几枚橙黄黄的丹药 给他们分发下去 不远处 先前还淡然自若的青年男子 此时满脸畏惧 徐寿等人更是早就已经两股战战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韩丽瞥了一眼青年男子身上的服饰问道 你是石鸡殿的人 回离前辈 晚辈罗华是石鸡殿的外门弟子 这罗华毕竟出身石鸡殿 虽然只有大臣巅峰的修为 但是眼光终究是不错 他一看此人 就知道绝世不是他可以抗衡的 所以索性放弃了抵抗 但接下来 韩丽却问了一个出乎罗华意料的问题 你可认识高生 前辈是指 曾在先公当职的高生 高长老吗 他曾在飞升台当职 那就是他没错了 高生长老已于百年前失踪了 宗门上下耗费了许多资源 寻找过他的踪迹 至今仍是下落不明啊 失踪了 如何失踪的 并前辈 宛辈只不过是个外门弟子 对此事所知实在是有限 还请前辈见谅 韩丽文言 眉头微醋 手指骤然探出 虚空一扯 罗华的身躯 不由自主地从地面上飞掠而起 被他一把扼住了咽喉 罗华的身躯疯狂的扭动 满脸的惊惧之色 求饶不已 韩丽面无表情 抬起一根手指 指端光芒一亮 朝着罗华的眉心处 点了过去 片刻之后 韩丽眉头一挑 发现罗华 十海当中竟然有一层禁止 阻隔了他的窥探 他嘴角一扯 恋神秘书略意催动 罗华脑后的禁止 便瞬间冰消雪容 荡然无存了 探查了片刻之后 韩丽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 他的双目中闪过一丝怒意 手指上的光芒变得越发明亮 被韩丽提在手里的罗华 起先还是满脸惊惧 到后面呢 开始眉眼歪斜 嘴角躺闲 神色变得越来越古怪 到了最后 更是直接一翻白眼 直接昏死了过去 韩丽见状 冷哼了一声 一巴掌把罗华拍的 直接嵌入地下 身体摔得个稀巴烂不说呀 已经被练神术彻底损掉的 灵性的原因 更是被直接镇成了粉碎 这一幕落在徐寿等人眼中 自然是惊骇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他们眼中 手眼通天 不可一世的罗华 在这名看起来 很普通的年轻男子面前 竟是连反抗一下都无法做到 就当场身陨盗消了 对方的修为 究竟达到何种地步 他们无法想象 也不敢去想 此时的他们 早已纷纷跪幅在地 额头背后冷汗直流 身子止不住地瑟瑟发抖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